好,好久不見 謝謝大家今天來這邊參加我們的記者 謝謝 謝謝你回來 可以走了,你也太想回家了吧 首先當然問一下 你看看,像徐鴻宇也是新鮮導演 你有沒有導演夢 在你演員生涯裡面,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搞不好陳可欣先生也拿個劇本給你 你有過這種夢想嗎 有時又有時沒有 小時候會有 後來看到大導演拍大片 有一次看到 拍到 有點肺炎吧 今天也不舒服 辛苦 你開始休息沒關係 後來覺得 當然自己覺得 還不足夠吧,還有很多東西 可能市場變動不一樣 現在中國 內地開發之後 變成 也會在那邊碰到很多國籍的人 都在那邊一起拍一部電影 就會看到很多 不同文化的人 然後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他們不同的技巧成熟度不一樣 風格也不一樣 我覺得如果我還能繼續參加 如果他 能夠參加的話 就先盡量參加去吸收去觀光 是,但是也不排去就對了 他腦中成績有想過了 也不能 我 一點點 我覺得不是說導演 不管是什麼角色 就是參與電影 做這個電影 明白 但是其實 金城武在每部電影 尤其是這一部 他的參與已經不只是演員 是嗎 因為有時候他都會想很多 然後我們一起再聊劇本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說 他其實非常有賢質做導演 那要是他做導演 我當然現在第一個是做他的賢質 哇